台湾魔术师刘谦在前晚除夕九日相隔五年重返 第一央视春晚舞台 刘谦又在见证奇迹变出一戏魔术 不过 主持人尼格买提却意外让他的魔术邦 在只排对比的桥段时 突然露出惊慌神情 故梅翻牌演示失败 片段迅速烧上微博热搜 成为晚焦点之一 相关阅读 刘谦过去曾五度登央视 晚 今次意识他继2019年后 相隔五年重返舞台 想不到 他表演第二个魔术时 主持人尼格买提却搞事 见众人准备进行排行对比之际 对方顿时一脸 恐 眼神飘忽不定 还朝其他嘉宾投射求救目光 终也没将手牌翻开 网民透过他的表情 咬定他 两张排行并不吻合 乌龙片段随即冲上热搜 流 魔术漏现的话题甚嚣沉上 但多数人认为并非牵尸手 在场观众与之互动的观众 按照指令号 完成魔术 就只有尼格买提失败 疑似是他没按 令导致他拿到的牌没对上 尼格买提更因此被 上全中国唯一没对上的标签 尼格买提事后付 时回应 当时自己已经和刘家贝 本来应该给官展示一下自己的纸牌 没对上就藏起来了 然而 名主持人任鲁豫透露 刘谦离开前寒泪表示 自往后可能再也参加不了春晚 许多网友则留言 利 但是这个节目是整个春晚最好看的 最佳搭 懂清 可是 希望下一年刘谦还来 不要啊 这真是年最好看的一个魔术了 昨晚唯一一个完整看的节目 刘谦魔术是真牛 老师 这次的错误我们 小妮独自承担 和千千没有关系呢 刘谦2019年在央春晚表演模糊魔术 在众多现场观众面前 将水成斗之 令电视观惊讶 谁知有现场观众的偷拍 片流出 只见有一位工作人员偷偷地将令一茬 递给刘谦 并遭内地网民嘲讽联合全场观众期 全国人民 刘谦事后强调自己的魔术既没有诗 亦没有造假 但自此他就淡出荧光幕 指尖中在 方电视台的节目中表演 以往曾与香港艺人李拍拖的刘谦 2015年 与内地餐厅第三代传人千金间 任王熙怡在北京结婚 两人相差十岁 婚后育姨子 与李韵则于2016年 与圈外男友罗张冠结婚 并为其 下一子一女 婚后过着幸福生活 李韵于2012年7月时 素与刘谦分手 刘谦四个月后便被拍的与王熙同返北京玉所疑似同居 而王熙已早在同年四 已在微博大赛跟刘谦的暧昧照 外界怀疑两人已搭上 李韵其后称日后会代演十人 文章获TVBS新授权转载 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目区 需有速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 编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享 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浏览区 区有申诉活动专 星岛头条App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浏览 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扬